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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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在很多的社会项目上又是慷慨解囊 让好多普通老百姓都受益良多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 俄罗斯的好光景竟然结束得这么快 这么突然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肆虐下 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价格骤然下跌 暴露出来了俄罗斯油气繁荣 背后的脆弱 股市崩盘 外资出逃 失业率攀升 如不硬着陆 可能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大 而刚刚过去这一个星期 梅浦组合更是遭遇了他们政治生涯中最巨大的挑战 西方媒体现在不断地在说 俄罗斯有可能会再现危机 这样的说法究竟是空穴来风 还是盛世威严 要回答这一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走进尘封已久的1991年和90年代的那些金融风暴 91年被普京称为20世纪最大的悲剧 苏联这个曾经和美国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 从地图上消失 上世纪80年代 在与美国多年军事竞赛后 支持苏联庞大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开始出现危机 巨额的财政赤字只能用高价石油来填补 苏联经济只剩下空空的货架 各类商品短缺 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西欧各国 1991年8月政变后 威严耸立了69年的超级大国苏联不复存在 解体后 叶利钦成为俄罗斯首任总统 他任命35岁的新自由主义代表盖达尔为代总理 负责推行当时被称为修克疗法的经济改革 完成俄罗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步到位 由于这一套经济纲领在短期内 可能使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震荡 甚至导致修克 因此人们借用医学上的名词称之为修克疗法 修克疗法的重头戏 也是第一步棋是放开物价 从1992年1月20日起 俄罗斯政府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 与此同时 取消对收入增长的限制 工资 家庭补助 失业救济金也随之水涨传高 物价放开的头三个月似乎立竿见影 收效明显 购物长队不见了 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 习惯了评票供应排长队的俄罗斯人 仿佛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实惠 俄罗斯本想借助修克疗法一步到位 创造体制转轨的奇迹 可是没过多久 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 生产大发泼 税源枯竭 政府财政困难 俄罗斯政府不得不向西方国家不间断的申请贷款 陷入恶性循环 社会福利大幅下降 甚至连退休金也无力支付 货架上的商品虽然充足了 但老百姓却无钱消费 从解体前的短缺计划经济 到独立后的市场经济 俄罗斯民众从买不到东西 直接过渡到了买不起东西 苏联的解体之后 俄罗斯的话 改革的话 没有走上正道 这个中国有些误解 认为就是说他们 他们是一步到位的改革 并不是那么回事 那你说一步到位的 波兰是一步到位的改革 有这个改革 它当中也出现了问题 匈牙利是一步到位的改革 因为匈牙利跟波兰的话 它在财富分配的时候 是比较透明的 公平的 在俄罗斯不是那么回事 虽然透过改革 俄罗斯是具备了市场经济的雏形 但是修客式的改革运动也给社会造成了极其惨痛的后果 1990年到1995年期间 俄罗斯经济下降的幅度超过了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 工业生产下降50% 农业机械仪表电子道路建设等等这些行业 更几乎是全军覆没 在修客疗法的指导下 俄罗斯政府不顾条件的全面开放了价格 立即就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 卢布大幅度贬值 大部分俄罗斯人也被抛向了贫困线 甚至是赤贫线 1993年俄罗斯央行实行货币改革 仅仅留给老百姓两个星期的时间兑换新币 而且还规定说一次性的兑换不能够超过3.5万卢布纸币 剩下的钱要作为定期六个月的存款存到银行里 这在当时恶性通货膨胀 卢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 存到银行里面的钱又不能兑换 实际上就等于变成废纸一堆 很多人毕生的积蓄瞬间化为乌有 有反对派的人士把这称作为千年掠夺 更多的俄罗斯经济学家还是风趣的说 休克可是有了 疗法从来没见到 长达7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推翻了 俄罗斯公民收到凭证 他们可以购买私有企业的股票 然而骤然间全都陷入贫困深渊的俄罗斯人 不要说购买国有资产 即使填饱肚子也十分困难 为了完成私有化进程 政府只能无偿赠送和廉价抛售国有资产 我们需要数以百万计的财产拥有者 而不仅仅是几个百万富翁 所有俄国公民 工人 领年金者和小孩 都可以得到价值一万卢布的私有化凭证 1995年 俄罗斯改革进入白热化阶段 短短四个月时间里 耶利辛政府把俄罗斯的经济命脉 几家矿产和石油公司 以最低廉的价格卖给了少数寡头商人 当时最富有的七个金融寡头 控制了70%的国内总产值 以及全部的传媒体系 甚至还掌握人们的政治生活 俄罗斯的话 大部分资产的话 是一小部分人的话 就是通过就是买通了政府 自己是空手套白狼 自己一分钱都没有 跟政府里面因外合 从国家的银行里面借了一部分钱 很少的钱去买了 像比如说优克斯这样的公司 所以它不是一个一步到位的 就是那个修可疗法 它完全是一小部分人 趁着国家就比较乱 把一个国家给抢了 霍多尔科夫斯基就是这场 急速私有化过程的受益者 他在这场世纪大拍卖中 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拥有 丰富石油储量的尤克斯公司 并且迅速将其发展为 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 30出头的霍多尔科夫斯基 一跃成为俄罗斯首富 作为回报 金融寡头们给予叶利辛政府 足够的资金和政治支持 他们纷纷进入总统办公厅 政府和各部委 一个由少数寡头共谋 左右俄罗斯经济和政治命运的 经济寡头时代开始了 七个寡头掌控70%的俄罗斯经济命迈 独特的市场经济就这样诞生了 但是腐败投机买卖也开始滋生蔓延 莫斯科成为了很多西方人眼中 Wild Wild East 疯狂的东方 根据2005年的一次民意调查 显示大约有88%的俄罗斯人都认为 金融寡头们的财产属于非法所得 70%以上的人认为应当改变 或者是修正私有化政策 也有不少人主张 干脆就应该把寡头们的非法所得 收归国有 俄罗斯一夜间告别了过去 却不知道今后路在何方 油价触底反弹后 俄罗斯能否抓住历史机遇 临跑行业科技 给你一颗奔腾之心 康林斯发动机 世界级动力 东风康林斯 为女性健康 加分 妇科千金片 千金药业 王牌大放送 正月里北国银庄宿果 家家闯关东来到江城吉林 周游在白衣山黑水间 寻找喜庆祥和的符号 感受大年热闹欢快的气氛 体会冰天雪地里的人情温暖 看二人转 跳大央阁 逛庙会 坐狗拉雪校车 和满足朝鲜族共度新年 正月里白衣山黑水间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是谁破坏中东河北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驻华大使 各执一词 在河沙折以色列驻华大使 他们不能承认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 国家的关系 正在向正面的方向 风雨对话 星期日 凤凰卫视中安台 有俄罗斯问题专家非常尖锐地指出来说 现在回头看 发现俄罗斯人的悲剧就在于 他们在一夜间告别了过去 却不知道今后的路在何方 他们向往西方 却不知道如何从此案到达彼岸 作为第一任的俄罗斯总统 叶利钦虽然是带领着俄罗斯 走上了改革的市场经济道路 但是这可是一条下坡路 和1990年的时候相比 1998年 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8% 总量仅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 年度预算200亿美元 外债总额可是高达1500亿美元 经济衰退 国力锐减 使得俄罗斯大国风光不在 这样的下坡路 一走就走到1997年 俄罗斯又似乎在这一年 再次走到了悬崖边缘 1997年的10月份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此后连续10个月 俄罗斯为生存进行不懈的努力 大量发行国家债券 向市场投放大量的外汇 结果俄罗斯的黄金外汇存底 急剧减少 卢布又开始再度大幅编制 推进私有化改革以来 俄罗斯经济命脉 落入了金融寡头手中 新兴的权贵阶层忙于掠夺财产 通过各种渠道疏通逃避税收 俄罗斯政府也因为税源枯竭 濒临破产边缘 政府的话资产也没了 就税收体系也没建立起来 这个政府的话靠什么去维持这些国家呢 退休金啊 就是社会的基本开始都发不出 然后呢就得发债 发债呢就卖给外国人 等到那个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 外国人不想借你钱的时候 那你这个资金转不过来 你的国家债券不就倒了吗 金融危机爆发前 俄罗斯发行国家债券 银行受到高额回报诱惑 纷纷向西方银行贷款 用外汇大笔购进国家债券 其中俄罗斯储蓄银行所动用的巨资 相当于该银行所有储蓄存款总额 于是在1998年8月17日 俄罗斯联邦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债券后 这些银行不仅无法偿还西方银行的贷款 更面临资金短缺和挤兑风潮 你借了那么多钱的话 不光你要借新的钱 你老的钱的话你得续的是吧 你老的钱人家不愿意续的话 你还不出钱了你怎么办呢 他还不出钱了他就印钞票了 因为他借的当时用卢布来借的钱嘛 卢布来借的钱的话 就是那个他那个别人不愿意续 他自己又收不上税收 他就印钞票 印钞票的话当然就高速通胀 通胀那个汇率就是全线崩了嘛 1961年1月 前苏联卢布对美元的汇价 确定为亿美元对0.9卢布 此后近30年 这一汇率没有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到1991年 百万旧卢布富翁 就是百万美元富翁 然而到了1994年11月25日 卢布的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换3,235卢布 百万旧卢布富翁的身家 贬值到300美元 到1997年底 更是只有170美元 1998年1月1日 俄罗斯政府启用了新卢布 每1000旧卢布兑换一个新卢布 将汇率维持在1美元 兑6个新卢布 但是金融危机 再次打倒了俄罗斯金融体系 危机后的卢布 一度贬值到1美元 兑33新卢布 百万旧卢布富翁 则成为只有30美元的穷光蛋 经济衰退的那一段时间 卢布的价值是令人无法相信的 俄罗斯人一收到卢布 马上就要换成美元 所以在莫斯科街头 也淋漓着各种各样的外汇兑换点 而且外面经常排着长长的队 当银行中的卢布储蓄 变成一堆废纸的时候 无论是枕头底下 还是柜子里头 薄厚不等的一点美元 才最值得人信赖 把钱存到银行里 还不如就把钱放到罐子里 这是俄罗斯人当时最典型的理财观念 有趣的是 用俄语说起来 在银行里和在罐子里 表达方式是一样的 银行和罐子 在俄语全都叫做bank 当时俄罗斯有一个很著名的银行 叫做SBS农业银行 危机爆发后 一天内 俄罗斯居民就抛出了 相当于5000万美元的卢布 兑换成美元 当时甚至是出现了 一笔购买5美元的业务 有一位俄罗斯的老婆婆 在领到了自己的退休金后 马上就要跑到银行里面 把微薄的退休金 全部换成美元 而当俄罗斯人在银行门口 排起长长的队伍 纷纷要求提款的时候 却只有阿尔法银行一家 动用了股东们的资金 满足储户的提款要求 其他的银行纷纷宣布倒闭 这也导致普通的俄罗斯民众 在98年的金融危机中 受害最深 2000年云旦 叶利钦将权力交给他 亲典的接班人普京 这位前克格勃官员和寡头们的关系并不美妙 事实上 总统普京很快就卷入了和寡头们的较量 并且胜负立刻就见了分晓 当选总统后 普京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召集寡头们宣布他的新交易 寡头们可以保持自己 在叶利钦时代获得的巨大资源 但是不能再在政治领域发生任何作用 拥有80%媒体资源的两位媒体大亨 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 被迫流亡海外 政府重新控制媒体话语权 而年少气盛的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 则不知收敛 站到了普京的对立面 不仅为反对派提供资源 甚至还暗示他本人有意进军政坛 种种举动激怒了普京 2003年 政府武装人员冲进了霍多尔科夫斯基 正在机场加油的私人飞机 将他逮捕 并且送到莫斯科受审 我觉得呢 他后来把公司搞好了 这是他的功劳 当当时买了这个旗的时候的话 就才几亿美金 然后这个钱也是银行里借来的 随着霍多尔科夫斯基因偷税 欺诈等罪名被判刑八年 俄罗斯的经济寡头时代就此涌结 国家恢复了对石油资源的控制 从而使俄国抓住了国际油价 大幅上涨的历史机遇 带来的好处 资源价格高带来的好处的话 给大部分劳僚分了一大块 是吧 那个工资大幅上升 就是有钱去买车 买房子的 大家就是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俄罗斯从那个到那个 就是 就到了 在98年到了地狱 就是连那个开始要饭了 到今天的话 过上中产的日子了 有房子有车了 跟那个西方人的区别没那么大了 我觉得这个是做的 就是那个好的地方 但是呢 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油价高 所以是 所以呢 他他做的有好的决定 但是他的那个那个 他那个运气的话 是更重要 没这个运气的话 他有能力也没用 普京的就是 从从那个改革上面的 他是他是朝后走 是吧 从市场朝后退 但是这有 有些是必要的 因为他那个国家 政府没钱了 你怎么管这个国家呢 是吧 这个是有可能是有点 有必要的 但是他那种法治 各方面也是受到退的 所以历史对普京的评价的话 还是有待于就是 我们不能过早的做结论 因为普京现在带来的 一些烦恼的话 主要是油价带来的 并不是他的政策带来的 所以呢 这个如果是油价出现 长期低迷以后 我们再看普京的就是 这条路的话 是不是那个 就是能被 给俄罗斯带来长期的烦恼 这还难说呢 世界油价不断高涨的情况下 俄罗斯财政每个月 就能增加15亿美元的收入 这些能源收入 也使得俄罗斯提前 就清偿了数百亿美元的外债 从国际债务国 变成了一个债权国 1999年之后 俄罗斯也恢复了武器出口 国际武器市场的份额 仅次于美国 在普京任总统的八年间 俄罗斯GDP年均增长 高达7% 各项经济指标 都已经恢复到了 苏联解体前的水平 依靠着油气所来的收入 俄罗斯也建立起了 469亿美元的国家福利基金 和1410亿美元的储备基金 累计了所谓经济崛起的 这第一桶金 然而很多分析还是指出说 俄罗斯毕竟还没有形成 能够抵御经济危机的金融模式 以燃料和原材料为主的外贸出口 形成的经济结构 不仅没改善 反而还因为油价连年高升 而更加恶化 近年所谓的普京繁荣 仅仅是基于一个因素 就是能源价格不断上升 一旦能源的价格出现 急速下滑像现在这样 俄罗斯还是有可能会回到 90年代那样的混乱凄惨的情况 国际油价急剧下降 俄罗斯GDP总值也丢掉半顶江山 依靠石油美元拉动的 俄罗斯经济列车究竟能走多远 东风康网 东风汽车 将相典范 红花狼 围柴动力 凤凰大事也 满清末年 太平天国崛起 势力横扫败个中国 以致隶属地方官僚的 私人武装部队湘军 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 其灵魂人物曾国藩 从此一举成名 官运通通 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力 以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 有人说他爱国 也有人说他卖国 近人曾国藩 一连十几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上个世界六十年代 荷兰发现了天然气之后 那里的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 虽然一度是显著收益 但是此后却随之出现了严重倒退的局面 后来人们把这种靠出售资源 来发一笔大财的畸形经济模式 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现象 称之为荷兰病 西方媒体都说 俄罗斯目前就已经得了荷兰病 而且病情还特别严重 国际油价急剧下降 俄罗斯的GDP总值也随之就丢掉了半壁江山 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企业 目前已经陷入了困境 停产等于是自杀 但是产量越高却越赔钱 在油价持续下跌的背景下 依靠石油美元来拉动俄罗斯的经济列车 究竟还能走多远 2008年上半年 油价的飙升之势异常生猛 然而就在高盛等机构看涨至200美元一桶之际 油价突然之间从147美元每桶的高价坠落 进入漫漫雄途 现在的财政的平衡靠着油价的是70块 在70块一桶的话是平衡的 那现在到了这么低呢是要出现失质了 所以这个对它呢政府的就是呢力量的话 政府的话就是那个对经济的控制的 可控制的力量的话下降了 乌拉尔盘石油的价格是俄罗斯预测经济增长和预算收入的基础 根据评估当乌拉尔原油平均价跌至每桶70美元时 需启动后备基金补充预算收入 跌至每桶60美元时 预算将出现赤字 跌至每桶50美元时 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超过1% 而跌至每桶40美元时 国际收支将出现赤字 世界银行日前表示 如果油价能够维持在每桶50美元左右 俄政府就不得不耗费其庞大储备中的大部分存款 假如全球性经济危机继续恶化 油价跌至30美元 曾经向境外发放贷款的俄罗斯将开始从境外借钱 目前国际油价处于40美元 俄罗斯的话在最近这几年的宏观的管理的话 是非常出色的 它那个油价高的时候 它财政的话一直是出一个顺差 就是5%到6的GDP 它这个钱是放在边上的 就是为了未来今天这样的情况的话 油价低的时候 它可以把那个救命钱拿出来的话 就是那个花的 所以它现在还有储蓄 政府还有储蓄 就是混一两年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油价长期低的话 就影响大了 它的经济的话 朝那个非贸易性的 特别是房地产的 那些能源啊 倾斜 这样的经济的话就变得非常单一 所以这个呢 这样的经济的话就是 就比较容易出现很大的一个波动 所以在竞争力的调整的一个背景下面 俄罗斯的话 在经济的话 必须要走向多元化 最近这七八年的繁荣的话 背后的话是有阴影的 尽管如此 还是有专家预测 危机之下 俄罗斯人仍然可以跨越 人均GDP一万美元的经济强国标杆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那种政治松垮 民生凋敝 外交软弱的状况不会重现 今天现在经济这么崩溃了 油价还四十多块 我觉得是很高的 这九八年的时候 世界经济还可以 我们就亚洲出问题了 油价平均价格是十块 我们现在全世界出问题了 油价还是四十多块 油价的话确实是供求关系不一样了 所以油价呢 就是可能还会再上来 可能会上到七十块 能够让它就是那个维持 但是从长远来说 那个就是俄罗斯顿石油的生产的话 是下降的 它已经是见顶了 一千万桶出头一点 已经见顶了 就开始下降 因为它油田很老了 新的油田也找不到 它现在的 它有现在新的制作是天然气 那天然气呢 就是那个政治非常政治化 因为你有管道了以后的话 但是双边之间的话 就是说不清你有气的话 你不供给我 可以 我不给你钱 但是双边都有那个 那个那个筹码来交易 这次的次贷危机 刚刚展露出来雏形的时候 普京曾经说过 俄罗斯是国际经济汹涌风暴中的一个平静港湾 而俄罗斯的财政部长库德林更是说 俄罗斯可是经济危机海洋中平静之导 但是根据俄罗斯央行 1月13号公布的数字显示 金融危机爆发了之后 大约有1300亿美元的外资 去年从俄罗斯撤离 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 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 缩水了65%以上 相比之下 卢布缓慢 但是又坚决的贬值问题 更是让好多百姓特别的心烦 随着卢布下跌 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就少了6.2% 和荷包里的钱越来越少 如影相随的 可是市场上的东西越来越贵 俄罗斯目前的通胀水平高达13% 再加上卢布贬值造成了 水电天然气供暖费用的价格不断上涨 也让俄罗斯人的日子变得更加灰暗 次贷危机爆发后 全球股市大跌 俄罗斯一度成为世界经济的安全岛 外资大举进入 股市大幅上涨 2008年6月3日 俄罗斯交易系统指数升至历史最高2451点 但是此后 8月的俄格军事冲突 9月雷曼破产 俄罗斯股市暴跌 三个月跌幅达70% 创全球股市跌幅之首 股市大度下滑 那是因为外资的话恐慌 车阻引起来的 那这个股市的下滑的话 在俄国的话是不重要的 俄罗斯人只有0.5%的人的话 有股票的就是交易的账号 不像中国有10% 是吧 这是不能比的 那个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股市掉个 掉百分之七八十 对他们一点影响都没有 所以美国俄罗斯的老百姓 对股市的话不关心 也没关系 那就是股市掉下来之后 就对有钱人有那个关系 那个像比如说阿布 在伦敦买那个 买那个足球俱乐部那个哥们 他那个缩水了100多亿 你说他缩水了100多亿 对国家有多大的影响 2008年8月以后 受金融危机影响 外资大量从俄罗斯流出 外汇储备下降 导致卢布持续贬值达到两成 不小幅度的贬值 我觉得这个贬值呢 你说是有没有资金的压力 当然有一定的压力 因为油价下降了之后 那你钱进来的肯定要少 但我觉得主要的话 还是就是俄罗斯的话 自己有一个 他自己有个考虑就是 他需要经济要调整 他汇率太高了 苏联解体前 人人争当职业革命家 天天上街示威游行 叶利钦时代 政府议会 法院 地方诸侯 政党 媒体 各唱各的调 只有5%的人支持总统 而媒浦组合的社会支持率 一直高达70%以上 俄罗斯社会 已经安定了近十年 但是他没有给国家 现在打一个基础说 这国家的话 以后没有石油 也是富有的 是吧 没了我 也是稳定繁荣的 他这个现在 这两个就做不到 我觉得这个是 一个伟人的话 应该考虑的是这个事 对普京的话 是我觉得他 做到有些事情的话 是必须要做的 政府必须要有钱 没钱的话 这国家没法维持 但有些地方的话 是不必要的 像现在他把自己的话 总统变成总理 然后以后呢 这总理再变成总统 他把民主的话 是变成一个笑话 这个国家的话 实在也是 这是一个 是很大的一个倒退了 就在上个周末 莫斯科 圣彼得堡 还有远东的 Vladivostok等几个城市 都举行了反对 普京政府的示威游行 尽管规模并不大 而且参与的人 也是流派措杂 尽管普京的个人支持率 在俄罗斯依然高达83% 但是俄罗斯和全球关注的目光 依然立即就集中到了 这些游行的现场 谁可载舟 亦可富舟 如今油价已经从天堂 跌回到人间 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 正在深入地侵蚀着 俄罗斯的经济机体 卢不贬值 外资流失 失业上升 通货膨胀 这一切曾经摧毁了 业力轻的东西 如今又再次激发起 社会上的怨言和不满 或许你会说 现在在俄罗斯这些不满 就像蚂蚁般不起眼 但是不要忘记 千里之低 溃于乙穴 又有谁敢掉以轻心 特别是 现在很多俄罗斯人 依然可以清晰地记得 九十年代的噩梦和伤痛 今夜两次大危机的俄罗斯人 面对金融海啸 显得比以前更沉稳 也对普京这位 在西方备受诟病的领导人 多少有信心 俄罗斯现在流行一种说法 说经济危机 那不是普京的过错 而是从大洋彼岸 飘来的传染病